欢迎来到老司机判案 在他的带头下 犹豫了一阵后 也冲出了教室 然而他们还没走到大门口 就发现满生是血的大牛 出现在了面前 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 不敢再前进 与此同时 刚刚那个神秘的声音 再次警告他们 不要妄想逃离 并且又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神秘的声音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他们驴班长的惨叫 惨叫过后 班长开始说话了 我还因为父母的要求 变成了一个学习机器 你们要在学校礼堂的 一千个字中 找出八个形容 我父母要求的字 我才能摆脱痛苦 你们快去找 班长话音刚落 大马和小胡 带领着同学们 急忙冲向大礼堂 寻找着答案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就在他们即将 找出答案的时候 满生是蜡油 并且背上写着正确答案的 驴班长尸体出现在大礼堂上 原来这次是他们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找出正确答案 就在大家陷入悲伤的时刻 有人发现班上的林阳不见了 同学们赶紧寻找他的踪迹 此时小胡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来到办公室 调查发现失踪的人 都是按照传绩排名来的 如果林阳再次遇害的话 下一个就轮到他的室友小蝶了 此时在大礼堂上的小蝶觉得 既然待在一起会莫名的消失 那么干脆躲到宿舍里去吧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便纷纷离开大礼堂 回到了宿舍 那么回到宿舍的小蝶 能够躲避被害的命运吗 想了解事情的发展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继续为您揭晓 老司机侦探这天被狼警官一个问题拦住了 他说家里着火了 有两条路可以逃生 但是左边有个幽灵 右边有个僵尸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小马头上是蓝色 因为如果小马和小羊都是绿帽子 小猪很简单就能知道 他头上是唯一一顶蓝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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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